军风流行就连臂章也有多种选择 像是有猫眼 还有可爱动物甚至还有美女图像 只要你喜欢就能成为身上独特标志 各款臂章不只有军事元素 搭配穿搭展现独特时尚风格 也受到时下年轻人欢迎 那这些臂章它都会有一些特色 像可能幸运草 它平常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含义存在 那你不需要是军迷你也可以喜欢 不只是军风配件流行 秋冬穿搭必备的军工装飞行外套 有好看外观 机能性高 价钱合理更是不少民众选购原因 我们绝大多数的顾客 其实都是喜欢他的外观之余 又看重他有特别的机能存在 因为他有战术的一些用途 光是这种我们常常会磨到的地方 他就是希望你增加他的耐用性 而且你不需要花到那么大的高额的预算 尤其喜欢户外活动的民众方便清洁 绝对是考量因素 但外出又有些必备物品 像是保温杯 雨伞等等 如今也有油桶包 小外观 大空间满足不同需求 它可以放一下大罐的饮料 我们通常在户外就很注重防水或是防脏 那这个料本身是防水防脏 然后它折叠散可以放在包包的下面 就相当方便 那这种工装背心它同时可以变成像这样子 我们挂在上面像包包 工装背心几秒钟就能变成收纳袋 用途多元让服饰物品结合一体方便使用 另外还有饰品也有多功能 紧练刀 平常是当我的项链 或是我去露营的时候 可以随时可能我忘记带叉子或刀子 我就可以直接做使用 这个的话是台湾自己本土的设计师 自己刀将自己打造的 如今在地品牌搭上军风潮流 又有多用途性价比高 就算是非军事爱好者 也能从中找到迷人之处 东森新闻 吕士奇 李鲁台北报道